紅海創辦人郭台銘 今天走訪台北市的赤峰商圈 罕見帶上夫人曾馨穎 不巧戶外嚇起了雨 郭台銘主動替夫人撐起雨傘 還笑稱這樣子滿有情調的 替夫人曾馨穎穎撐傘 肩餅的肩 不說還以為兩人是在浪漫約會 上班夫人撐傘 戀愛的時候 雨天散步的時候 有情調 像那小雨可以 約會時間太少 郭董把握機會開撩 但談到郭台銘 參選後 呈各陣營攻擊目標 太太的安慰顯得很重要 回去會給她什麼樣的安慰 就加油 我覺得在做一個偉大的事情 一定會遇到很多挑戰 幾乎都自己帶小孩 他忙國家大師 就像照 不過這回來到赤峰商圈 了解發展脈絡 夫人罕見陪同 郭台銘意外透露 平常很難 請得動 鏡頭前走一個溫馨路線 但自己的臉書風格奏變 全力聲援館長 點名綠尾陳明文 輪為黑到適罕 替槍手 開後門 用字潛詞 超兇狠 但問到本人 沒有下文 這新聞我還沒看到 才能臉書痛扁 本人卻說還沒跟到這邊 這個鍋 誰來背 我比較注重心力的部分 扯黑的部分 我就讓我們底下人去應付 就這樣 而侯友宜昨天拋出老人健保證件 這是侯團隊在經過討論之後 決定採取的短打策略 詳細容 再也記得 國民黨總統參選侯儀 這幾天拋出的政見 確實在輿論界 引發了很多的討論 而且可以看到 它是採取了短打的策略 最新就是推出 在排富之後 老人健保全部免費 確實引發了很多的關注 可以看到 它的國政的政見 現在都改採了抓重點的方式 不管從觀光 農業 醫療到健保 這個策略確實讓人民非常有感 評估是有成效的 因為現在也讓執政黨難以的來回避 對外是這樣子 但是對內恐怕就比較複雜了 我們來看到 國民黨的中常委范成連 在9月3號這一天 陪同了郭台銘去奏事 而國民黨現在也認為 這個事情真的非常的嚴肅 不能夠忽略了 所以也馬上開閘了范成連 停止了他的黨權兩年處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 郭台銘自然也就酸了 國民黨對付同事怎麼比對付敵人 還要更兇殘 但是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就喊出 這是個非常嚴肅的話題 而且在郭台銘參選當天 其實黨部就已經傳達了所有規範 到地方說任何的違紀行為 是不容易與黨紀的 所以開閘范成連 其實就是希望可以殺雞儆猴 因為現在國民黨真的不能夠容許 內部再度分裂 而且尤其在郭參選之後 黨紀無論如何確定是不能夠有任何的模糊空間 更不能夠容許任何的違紀行為 就丟心可能會開先例之後引發效益 2024總統參選人近期拋出醫療證件 既侯友宜昨天是拋出了這個 長者的健保費全免之後 民眾黨科文者今天也主張放寬自費醫療市場 以及老人的健保免費 結果被認為跟侯友宜的政見有些雷同 談到自己擅長的醫療和健保議題 可穩著開獎前先暗酸 國民黨對手侯友宜也樂見被跟進 前一天侯友宜發布醫療證件 老人健保免費65歲以上長輩 排付以縱所稅20%為標準 隔一天民眾黨中參選人科文哲的八大醫療大綱 也包含長者健保補助 但科文哲說自己在台北上任內 早就推出65歲以上 排付後補助健保費 從市政說起健保福利 新北也強調持續保障長者權益 新北市府依照長輩投保的類別及稅率 皆提供權額補助以及部分補助 每年3324到2萬元不等 醫療證件持續比拼 即侯友18月底提出後來長者可直接申請外籍 移工看護不必經過八十兩表 科文哲六號也喊要改革 老若申請幫佣移工 不應該再以八十兩表作為唯一標準 先前副總統蔡清德也說八十兩表不得不改 就被侯以大酸提證件 要像論文一樣著名出處 衛福部針對放寬非八十兩表 那目前這個方案都已經做得非常完整 先不論誰先開始做好的證件一起推動 副總統蔡清德也提出要延續蔡總統政策 推出零到六歲國家一起養二點零板 就讓郭台銘自認走得很前面 那如果說引用這些政策的人 是不是要助名出處 不需要 我覺得這個現在AI的好處 叫集思廣益 政見有點像又不是太像 到底是抄襲 還是參考借鏡 看來是英雄所見略同 但有配套能實現才是重點 提供電新聞商品場楊佩宇台北廠報道 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新竹老家 被爆出疑似頂樓違建 跟防火象加裝鐵門等爭議 而柯文哲今天回應 要不是新聞報導 他都已經忘記了他家有五樓 也抱怨媽媽看到 對防火象鐵門的報導氣得要死 面對鏡頭激動哭喊 覺得兒子因為選總統被找查 柯文哲老家頂樓被爆 家蓋違建 防火象長出水泥牆和鐵絲網 鄰居家裝鐵門 柯媽媽曾和防火象都我的 這話引起爭議 反擊媽媽被斷章取義 而柯媽媽前一天受訪 確實又澄清 根據建築執照顯示 柯文哲老家建築範圍 是地上四層 地下一層的這棟建物 五樓外觀長出鐵皮 疑似是違建 但隔壁防火牆鐵門 並非屬於建物範圍 不要以為 我請人家吃飯 然後他再做一條 一條性能害你 我實在是 同時間對手賴清德 也被爆違建 民進黨還特地發圖卡解釋 屋頂遮蔽物 是要防止陽光照射 回力標來得又快又急 讓柯文哲帶到機會 你後面那個 民進黨的解釋我是聽不懂 你蓋屋頂不是要防止陽光照射 不然做什麼用 防止被上天看到是 這是暗示對手造謠抹黑 老天有眼嗎 畢竟聽聽柯媽媽說的 你不要的事 還要跟你說的有 TVBN新聞 李明輝 楊佩玉 陳世銘 李宗澤 新竹台北採訪報導 至於賴清德今天舉辦 國家希望工程國鎮說明 會有哪些重要的內容 再請聽聽到我們了解 明信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喊出對比他的對手 不管是政見或是資歷 他都是較為完整的 所以在9月6號這一天 也舉辦了他的首場 政見說明會 那麼可以看到 在於他的兩岸 還有對外的政策 外界也是非常關心的 那他也喊出了 和平不能夠靠口號 而且和平也不可能靠 讓渡主權就有辦法得到 而且表示他將會延續 總統蔡英文的政策 將會用中華民國台灣 來團結台灣這個社會 那麼可以看到 他今天這個政見說明會 他的內容主要是講 一個廣泛的藍圖 一些細敵的政策 恐怕還要等到未來幾週 才會逐一的來揭曉 那麼來看到賴團隊的政見 其實是由政立局 還有邱毅人所組成的 智囊團來幫忙他來制定的 那當然賴清德也有參與其中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綠營他們找了超過 200位的智庫學者代表成員 一起來制定 這個國家希望工程的政策 那當中其實超過60位學者 就有出席了6號的這場說明會 而當中有一個人非常特別 被發現了其實是 中研院的院士朱敬一 也有進入到這個代表團 那他非常特別 因為他其實是不管藍或是綠 他都是個講真話的一個人 那可以看到他當時也是馬政府時期 擔任的行政院的這個政委 而且朱敬一呢 其實之前也有到清平台來交課 而且賴清德也有參與其中 那我們可以看到了 隨著朱敬一有加入到這個智囊團 是不是也是任何賴 接下來的一些政見呢 也是外界非常關心的 而民進黨總統參選賴清德 位於新北市萬里的老家 也被質疑是違建 還蓋在礦業用地 新北市地震局今天判定為寄存違建 不過民進黨中央也搬出了 民國100年的合法 合法房屋證明 來說自己問題 特地媒體報導 所謂賴清德主席家屬違建 這不是事實 除了市政 金截鐵此前更發圖卡澄清 話叉叉屋頂架蓋 這棟房子為賴清德親戚所有 建物有合法建造 但是這棟雖然不是賴清德老家 可隔壁棟就是他家 同樣的有違法疑慮 附近有住景 這棟是賴清德的老家 農曆新年都會回這一趟 過去蔡總紅也拜訪過 最近一次接受彭博社專訪 那也把外國記者帶往老家 只是現在確認 這裡為礦業用地 不能蓋民宅 現在國內已經沒有 煤礦的礦業權 也沒有礦業用地 那可不可以變更成住宅用地 或者是其他用地的話 就要先進行 這個後續他去跟 縣市政府的地政機關 去做認定 礦物局這說法確實幫解套 只是建物也被質疑 違建經查沒使用執照 建物登記及稅籍證明 等合法證明資料 本府公務局今早也判定 現況是屬於寄存違建 如果有任何的疑義 那我們後續會全力來配合 新北市政府 以及相關單位的認定 釐清跟處理 只是明清黨也搬出 新北市政府 民國100年 搬訂合法 合法房屋證明規定 民進黨議員張景豪也聲援 指出賴老家民國60年就已取得門牌 超過50年的鄉下房子 當然沒有建造 使用執照 那因為該地區是屬於70年2月15號之後才實施建築管理 如果建物所有權人有辦法提出在建築管理前已經做建築使用的相關資料 可以洽本府公務局來提出合法房屋認定 而在台北市立委選情部分 台北市長蔣萬安評估藍營選情 能不能夠八仙過海呢 再把時間交給婷婷 來關心國民黨台北市立委的選情 我們可以看到國民黨籍的台北市長蔣萬安 今天就上了媒體人黃偉涵的廣播節目 也被問及他如何評估 國民黨在台北市立委的席次 可以看到蔣萬安認為有五個選區是非常穩定的 一個是屬於複雜 兩個屬於艱困 他認為穩定的就包括了中山北松山的王洪威 大安區的羅志強 文山區看好賴世保 包括松信也認為徐小新可以PK掉許淑華 就算在港湖也認為李燕秀是能夠贏高嘉瑜的 不過蔣萬安也點名了 包括第二選區的游主會對上王世堅 以及在第一選區吳思瑶目前雖然之前是對上了張斯剛 但是由於五黨籍的侯漢寧跳出來 恐怕會持續讓吳思瑶來漁翁得利 但是又來看到他認為現在比較複雜的選區 就是中正萬華了 可以看到原本第一個跳出來 需要喊參選的就是五黨籍的漁美人 那在民進黨也退派了吳佩毅 但是可以看到在藍營這邊 在國民黨也正式提名了徵召中小平 不過同選區的市議員英小威也是向黨報備參選 所以就形成了一個可能會有斯卡都的一個情況 確實要用這個選情更為複雜了 那如何關心一些政治話題 接下來如果要關心更多的國內外重大事件呢 可以來找一下我們左邊的QR Code 來下載TVBS News App 讓你所有的訊息都可以不露結 里長茂宇拆布條到底是什麼東西這麼擠迫 白底黑字好不吉利 上頭更寫下本理不歡迎中小平選立委 只是這中還寫錯字 到底誰掛的 辦公室就在旁邊的里長說 不清楚 就這麼巧掛布條的後一天 國民黨正式提名中小平選立委 只是黨內郭娇妍應小威也想選 民調早在兩個月前就出爐 但對於數字有人不服 我昨天下午已經提出了 報備參選中中萬華地區的立法委員 我們都沒有接到任何中央的電話 做任何事情公開透明一點 總不要讓人家誤會我們是一個黑箱作業黨會比較好一點 國民黨同天公布民調招工禁 平均支持度來看中小平拿38% 郭昭炎34 應小威26 面對同志怒火 出現的人急忙滅獲 缺一腳都是非常難選的 我覺得團結才能勝選 我會去拜訪他們 不只打電話 打電話就沒有誠意了 宇美人很喜歡放話 而且宇美人的底 2016他是支持蔡英文 2020是支持臨場所 白皮綠谷宇美人 對此宇美人表示 不管對手是誰都全力以赴 但現在看來 不管最後是不是細咖都 綠營笑容 恐怕早已藏不住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